三项功能无缝整合 加上触控和炫流的操作逻辑 让2D15P在一台设备中完成电路的观测 信号输出与参数测量 既便携又高效 各位朋友大家好 菲尼瑞斯最新推出了一款三合一多功能设备 2D15P一台机器里整合了 试波器 万用表 还有波形发声器 主打的就是便携和多功能合一 从功能表面看 它的满足基础的波形观测 也能输出常见的测试信号 同时具备常用的电压电阻测量功能 对于学习电子 实验室入门 或者在桌面和移动场景下 进行一些简单调试 这些工具确实可以让操作更加的高效 这期视频我会从外观到操控开始 逐项的体验它的三个核心功能 并且拆开看看内部电路的设计思路 做一个完整的总结 这样大家就能看清楚了解这款产品的定位 和使用场景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款产品的包装 菲利瑞斯一贯的风格 简洁的牛皮纸盒 2015P 100兆双通道 四波器弯用表 顶部则是产品的概念图片 产品的特色 背面则是配件介绍和规格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吧 产品在盒子内部有泡沫进行保护 这个是四波器本体 还有一个配件盒 四波器本体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面 我们把它拿出来 第一感觉就是很精致很小巧啊 没想到一个三合一的四波器 都可以做到这么小的体积 我们再来看看配件 BNC借口的二语夹测试线 A转C数据线一根 万用表比一对 产品的合格证 还有一个操作指引卡片 背面有个二维码 这个袋子里面则是四波器的探头 两根探头 探头型号为6100 这是四波器探头用的接地夹 然后还有一些小配件 配件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啊 四波器正面 4.3寸的触摸屏 菲尼瑞士的logo 型号的表示 三个BNC借口 调整旋钮 主力感都很不错 这里还有一个大的调整旋钮 这边功能菜单 顶部还有两个按键 按键的反馈感还是可以的 万用表的接口在机器的顶部 背面散热出风口 Type-C借口 这里还有两个螺母坐子 应该是接支架用的 脚撑可以自己调节 这个脚撑确实是挺方便的啊 四波器脚垫都是用的硅胶的 开关机的按键 升至在左侧 右侧这里有认证的标识 欧盟CE认证 进入到操控环节 这台2D15P的交互方式 采用了4.3寸的触摸屏 加实体旋钮 加功能按键的组合 触摸屏用来快速切换菜单和设置 旋钮则负责精细调节 按键直达常用的功能 整体的思路就是 触控直观 旋钮微调 三颗BNC接口 分别是通道1通道2 两个四波器通道输入 以及一个信号发声器输出 旁边两颗旋钮 左边是垂直旋钮 用于调节电压档位和波形高度 右边是水平旋钮 用于调整时机 把波形拉长或者是压缩 这样信号幅度和时间尺度的调节 都能够快速完成 屏幕右侧分布了一些功能按键 光标按键可以呼出光标测量 配合旋钮 精确读取电压差和时间差 显示按键 用来调节亮度 余灰 色温和晚格样式 测量键支持13种参数测量 比如频率 幅值 占控比 运算键 能调用加减存储等 六种波形运算 Trigger键 进入触发设置 DDS键 一键切换到信号发声器模式 真悬波等各种波形都能够输出 运行键 则控制采集启停 绿色代表着运行 红色代表着暂停 另外还有单次触发 自动触发 两个快捷键 方便捕捉波形 顶目则是设计了万用表接口 配合电压表笔 完成电流电阻电容二极管和通断测试 背部Type-C电源口 支持12伏一安的快中输入 整体来说 2D耀务P的操控逻辑信息 触屏选项 负责直观交互 炫钮负责精确调节 按键则负责快速调用 比较容易理解 而且有一定经验的用户 也能通过炫钮和快捷键 更高效的完成操作 接下来我们进入核心测试功能 作为一台三合一设备 集成了试波器 信号发声器和万用表三大模块 我们分开来体验测试一下 我们先体验它的试波器功能 我们利用随机附证的一根线 接在我另外一个信号发声器上面 我们用它来检测一下 各种各样波形显示的情况 接入信号发声器 我们首先是输入矩形波 利用它的自动测试功能 波形自动的就显示出来了 我们可以利用这两个旋钮 来调整波形的高度和宽度 然后我们再输入正旋波 非常的直观啊 这是三角波 这个是输入的噪声信号 这是正阶梯型的一种波形啊 这个是反阶梯波形 显示还是非常准确的 而且很直观 这一台充电宝是库大科15L 我们前面测试过的 我把测试的数据放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马上用这个试波器 再来给它测试一遍 闻波数据 当然测试闻波的话 就不能用这个接地夹了 我们要取掉 试波器的这个盖子 我们要把它取掉 接上我们的接地弹簧 试波器的带宽限制 我们设置在20兆 偶合的话 我们选择成交流偶合 试波器的探头 必须设置在EX这个位置 试波器的测量值我们要调 这个峰峰值是必须要显示的 然后再显示一个最大值 有效值 我们都把它显示出来 这是测试闻波的一个必须的操作 现在是15W功率的时候 我们开启自动测量 测试到最高值的时候 我们直接暂停 闻波峰峰值在22.33毫v 我们截图保存 现在是27W功率的时候 同样的开启自动测量 闻波最高在36毫v 保存图片 36W功率的时候 这次闻波在48.67毫v 现在是45W功率的时候 这次闻波最高值是50.67毫v 现在是65W功率 这次测量值在68毫v 从这一组测试我们可以看到 两台试波器在45W到65W的 各档位的读数区间 整体的趋势是一致的 差值稳定在10余毫v内 这说明在常见的快充和电源调试 还有闻波监测的场景 2D15P提供的数据完全可靠 不仅能做到趋势评估也能直接支撑日常项目的波形与闻波检测 这个2D15P如果大家在外面使用的时候 如果是没有电了 大家不要担心啊 拿一个充电帽就可以直接给它供电 这个是很方便的 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它的信号发声器功能和万有表功能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这根线就是用来接试波器的信号发声器的 我们这一边接上BNC接口 这一边就接上咱们的试波器上面 打开信号发声器功能 首先就是正旋波啊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适时截屏下来的这个正旋波的波形 频率为1000Hz 浮值是三浮 这个浮值是可以调的 而且灵敏度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来看矩形波 占控笔浮值和频率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调 三角波 直流信号 试波器默认输出的是三浮的直流信号 大家需要多少可以调 最高是三浮 这是试波器输出的噪声信号 这个是半波 全波 正阶梯波形 反阶梯波形 频率和浮值 大家需要多少调多少 这个信号发声器功能还是很不错的 送出的波形都是非常标准的 我们现在来体验的就是 这个试波器的万用表功能 直接在主页这里有一个DM 我们点一下 就直接可以进入万用表功能 接上随机附送的万用表笔 旁边这些元器件 就是我手上的元器件 这里有电容 电阻 还有一些二级管 我们来简单的测试一下 随便挑几个出来 同时用来对比的 就是我自己常用的一个万用表 就是这个弗路克的 首先我们来测试 这种小容量的暗硅电容和薄膜电容 这个是4700pva的一个春天的暗硅电容 用弗路克测试出来 5.2nava的样子 也就是5200pva 用菲利瑞斯测出来是 4.37nava 也就是4300pva的样子 一点点误差 不影响啊 菲利普的一微法的薄膜电容 弗路克测试出来是 1.034微法 菲利瑞斯测出来是 1.038 也是差不多的啊 这是精美的X2电容 0.22微法 弗路克测出来是 212nava 菲利瑞斯测出来是 210nava 差不多的 150微法的固态电容 菲利克测出来是 160微法 这个2D15P测出是 159微法 准确度也是很高的啊 这个是820微法的电容 菲利克测出来是 769微法 这边测出来是 770微法左右 而且速度 比菲利克还来的快一点啊 这是一颗 固液混合电容 620微法的 菲利克这边测出来 602微法 2D15P测出来是 605微法 而且速度比菲利克 测的快 这根是德利丰根的 磁珠二级管 我们来看看 正向压降 用菲利克测试 数值基本上都在 460左右 用2D15P测试 数值基本上都在 525左右 二级管的 正向压降值 300到800之间 都是正常的 这些是国产 718厂的 高精密电阻 10欧的 菲利克测试出来是 9.9欧 2D15P测出来是 10.2欧 470欧姆的 菲利克测出来是 0.469 也就是469欧姆 2D15P测出来在 470左右 很准确的数值 1K的电阻 菲利克测出来是 0.996 这边测出来是 0.998 20K的 菲利克测出来是 20.0几 这边测出来是 20.03 也是很准的 以赵欧的 菲利克测出来是 1.013 2D15P测出来是 1.0103 它还多了一个小数点 这是赵欧级的电阻了 然后这一颗是 德利的 高机密电阻 组值是 66.5K 菲利克测出来是 66.4K 2D15P测出来是 66.37 也是66.4 也是非常接近的 这个数值 很准确的 经过完整的 外观 操控 和多核心测试 菲利瑞斯 2D15P 三合一 示波机 交出了 相当完整的答卷 在示波机部分 它提供 100MHz的带宽 500MHz的采样率 通过对 Kulak 15L 充电宝 进行多公里 档位的 文波测试 2D15P的 测量值 在22到68MHz之间 与咱们前面测试的 结果趋势一致 差值稳定在 10亿MHz内 无论是 电源文波的 趋势评估 还是档位对比 都可以表现出 可信的数据质量 外用表部分 我对比 弗洛克 15B Pro Max 测试了多组元件 从纳法级别的 小电容 到800W以上的 大电容 再到以兆欧的 电阻 整体误查控制在 工程允许 范围之内 尤其是 大容量的电容段 2D15P的测量速度 明显比 弗洛克更快啊 对于日常的 桌面 点检 或者是 外拍测试 都很实用 二级管的 正向压降 略高 则源于 不同表 内部的测试 电流的差异 但是并不影响 实际的判断 类置的 DDS波形发生器 支持 9种 常见的波形 频率和浮值 可以直接在 触摸屏上面调节 满足常见驱动 和实验教学需求 三项功能 无缝整合 加上触控 和旋流的操作逻辑 让2D15P 在一台设备中 完成电路的 观测 信号输出 与参数测量 既便携又高效 如果你的日常需求是 学习电子 DIY调试 电源文波监测 或者是希望拥有一台 可以同时满足 外拍与桌面 使用的多功能仪器 菲利瑞斯2D15P 都是一个值得放心的 一体化方案 它的操作便捷 测量精准 测试效率高 在多种实用应用场景中 都能够提供稳定 可靠的测量与调试体验 在随后的拆解视频中 我会带大家 深入机身内部 完整解析 示波器的前端 DDS输出 万用表测量 以及电源管理等 关键电路模块 看看菲利瑞斯 是如何在紧凑的机身里 完成三大功能的布局与隔离 想知道它的电路结构 和用料是否同样过硬 就别错过后续的拆解篇 甚至为了了解 财是为了真相 认证测试 客观输出 我是迪火车财 非常感谢各位老体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 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